這個高麗菜這個部分 這個菜因為冷 冷其實像這幾天 這當然沒那麼大 所以一般來說 你讓它高蛋是對的 但是就是說 這個高蛋在使用的時候 在冷的時候 就是要用這個糖 就是說有硝酸泰蛋 甚至有的人在這個時間 會去用什麼呢 會用這個叫做硝酸鈣 還是硝酸鞍鈣 我們說的這個硝酸泰的硝酸 這個通常因為硝酸鈣的這個東西 可以讓這個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來吸收 所以我們還是說 把它用這個效果就很好的 它整個溫 它吸收就更加容易 所以這個可能在這個炒作上 因為我們在北京公司 你不知道台肥的這個硝酸鈣 是哪有特製號 通常就是表示 它有含硝酸泰蛋 含硝酸泰蛋 就是土壤的稍微濕濕 我們騎熱一層 通常它的硝酸鈣 就很容易來吸收 這可能在大的速度 就是說它蛋肥吸收效益 會稍微好一點點 一般來說就電鍋會開 不過這個要注意 就是說在高麗菜來說 高麗菜有時候 有時候在它的一個發育的頭粗季 如果是有什麼樣的 因為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幾層人大家都正常 就是幾層人對人對不到 這有時候是一些被害 譬如說像這個 苗的利庫病還是什麼樣 這都有可能去造成 它沒有什麼大 這樣骨在那個地方 這很普遍的去看到 一種的一個情形 所以如果是有這種現象 這也有可能 有可能有這種可能性的三星 所以我們聽到朋友 有時候我們在高麗菜部份 有時候去讀到的情形 第一天剛才說的 就是 補养的一個不久以後 有時候有些病害的發生 病害的三星 去造成它比較大 這一般來說就是苗利庫病 會造成這部分的這個問題 所以這你要稍微注意 這樣可能是 你如果說青花 青花剛開始在學的時候 讓它稍微大一下 這大概是都一樣 在樂補它的一個節奏是一樣的 就是說我們可能就是生 生給它大一下 因為你如果沒有讓它頭 沒有讓它稍微降一下 一般來說它的一個作文 通常都比較不漂亮 所以我們一般就是說 在初期的時尊 對著這個菜 尤其像花菜 花菜、青花 大概我們在操作 都差不多是這種的節奏 有的人是很怕 怕太過頭行 怕它比較不開 所以有的一開始就用這種 這種一開始就開始很擔心 所以都用四十三去 四十三所謂撒發肥料 去把它做處理 其實我個人是因為說 這種的節奏處理方式 比較沒那麼好 如果是可以 不要一開始你就一直用四十三 這個好像比較沒有那麼好一點點 你不如就是說 如果是對花菜來說 對花菜來說 它真的這個傻瓜肥料 其實不是四十三 如果是你給它看看 你給它經驗看看 你如果是說 不知道要怎麼撒 你五盒子就走 甚至打地也用五盒子 你每天都用五盒子去撒 這樣就好了 就說你每一次都去撒 反正這個撒下去差不多 如果是熱人差不多五 七天 冠人差不多十天至十四天 不一定就十天 你撒一遍 現在來又過 冠人又過十五天 又兩禮拜 這樣是不是就二五天 再撒一遍 差不多再來再一次 大概這個時間點 我們同學 他的這個好歌就當表演出來 所以一般來說 五盒子可能就比較剛好 這個比例 他就是說 淡比較加的 比例 中間淡比較關於 稍微加多一點 你如果是 這個 算 43 就是說 他成本地比較重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那個平均的這個量來說 其實 比較不完全適合這個灰菜 因為灰菜還是要淡比較高一點 那如果是說革雷菜來說 因為他不必去 不必去淡 他會開灰不開灰 這種 所以一般來說 大概就是淡可以讓他比較高 所以一盒子還是說這個一樹椅子 甚至用特製號的這個 他用硝酸泰蛋 他對這個 他的發育來說的警戒 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幫助 所以大概這兩種在流的這個肥 我們的習慣 像我們是 一盒子還是說用這個一樹椅子來講 這大概是 那如果是說 在熱人來說 熱人可能 會用這個一樹椅子 因為那些大一些速度比較適合 熱人他本來就比較 他的菜 就比較沒辦法 他吃肥 這個輸給量就比較少 所以一般來說 就直接這樣用 一般有時候 我們很多人會去 這個 會再留一遍 這個要開灰燼 開灰燼 去給他留一遍 這個 我們 留一遍 我們說的是 去給他留一個 四十三 我覺得應該是 還沒有那個必要 就是說 第一遍 差不多是這種 這樣來用 這樣就好了 嗯 好 那 老師 他六月份如果要種的話 嗯 六月份 這個時間熱人 熱人 這個第一順應該是算太大熱 所以這個 啊 拼增的這個選項 可能你 要 要 要 做一個這個 冰箱 就是說大家要去 知道 這個 有時候 有的人 在那時候 還在種這個 這個 製造麻煩 因為 這真的是非常 這個 這個 所以應該是要選一個 不一樣的這個拼增 所以這拼增的這個選項 就是最重要的 還有一個就是 若人 那時候 他很容易 到這個 苗栗 苦病 這種 他的藏 藏在那裡 沒什麼樣的 這個問題 所以 我們在那個時間裡面 就是說 若人要種那個水 可以用這個 這個冰箱籠 先要種進場 還是種後再處理 最好是這個 要種進場 就先把這個處理一遍 上萬 增進後 在後面就 這個股民的這個地方 你就可以處理一遍 這個冰箱籠 這個藏手 如果是這樣的 就一些 我都來 控制掉 我們現在說的是 這個 國立的六月 如果你是農利的六月 哇 那真的是這麼大 這個工作 更加是這個重要 應該是在這製培上 要注意這個地方 至於說 拿什麼時間 我們這個比較剛好 這很難去預測 這有時候 我們以往的一個做法 我們都是公公正 這十天 十五天 十天 十五天 十天 十五天 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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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玻璃菜 如果有的人說 我就要拼拼 拼拼湊 那也沒關係 但是他可能對這個熱 只要如果熱的玻璃菜 裡面黑腐病 我們說的三棧肉就很嚴重 他在固定的這個地方 有一個 三角走在暗暗 那通常在深的地方 變得比較嚴重的時候 深的地方就有一個超大超大 這是我們玻璃菜這個黑烏米 這是熱人的時候 很容易散生 一般來說就是利用這個空性手 那是宜宏是這個 宜宏是熱人又很容易游泳 所以你要小心 所以最好是可以加一些類似的事情 海潮精這類的這個東西 做回來營 他就比較不會那麼容易 把他游泳 因為熱人在蒸過的菜 可能要靜靜靜 你可以把材料浸一點的玻璃菜 以這個耐熱效果會比較多一點點 有時候加一點點 有時候加一點點這個效果就加很好 這大概是我們在這個 在財壁上可以去做的一個 這個工作 如果有人這次 這個真有拚肚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說他那個廣告 他有他的這個 這個比較容易去處理的一個 所在 並說 剛才說到的這個 病害這個問題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缺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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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時候補一筍 像硝酸鈣 這類的這個東西 讓你肚子吃一筍 雖然 不要浪漫 這個浪漫絕對會溫落 因為它浪漫很高 也想過流暖身 你如果一分的控制在這個 12公斤裡面 10公斤12公斤 12公斤 正常如果有吃到6公斤就夠了 但是我們通常都會抓比較浪漫 你如果10公斤來用 其實是不好浪漫 但是呢 他那個鈣 稍微補充 這通常在這個熱的時候 他就很容易來 因為 很多人說的6心的什麼 那都是含這個 細菌性的病害 還是說含這個缺鈣 有關的 其實最主要這個原因是 他缺鈣 缺鈣了 他這個 因為吃不到 我漏了很多 他就吃不到 他那個熱就吃不到 所以這可能是 我們在栽培裡面 這個鈣 這個部分 你要稍微做一個 這個注意一下 這個提供給你做參考 嗯嗯